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对我是菜价造成影响 今天是2017年的2月27号 星期一 农历2月初二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 今年我是将在岛内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和垃圾不落地 岛外也将扩大试点逐步推开 这项工作的实施 对于推动我是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式 进一步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今天起 本台将推出绿色发展进行时 厦门垃圾分类和垃圾不落地特别报道 去教我是推行垃圾分类和垃圾不落地工作的最新举措 向市民宣传垃圾分类基本诚实 为推动我是垃圾分类和垃圾不落地工作 凝聚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记者从厦门市垃圾分类管理中心了解到 我是垃圾分类工作目前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 并进行了积极的试点探索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 今年岛内力争8月底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此外 我是还将加快推动垃圾分类法制建设 据了解 我是在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方面 科学筹划 循序建计 将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与清洁职运相结合理念 推动源头 中端 末端处置分类的生活垃圾管理模式 探索建立部门协作 全民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机制 2016年上半年 我是相继出台了 厦门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方案 厦门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法等 启动了我是的垃圾分类工作 2016年10月 厦门市垃圾分类管理中心揭牌成立 主要职责是加强垃圾分类工作的组织管理 目前 我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垃圾分类末端处置能力 同时 我是已推动建设垃圾直运线路17条 涵盖工矿企业生活垃圾收运 高校生活垃圾收运 居民生活垃圾收运等方面 四名区古浪宇 瑞锦公园小区 湖里区新岳园小区 康乐小区二期 吉美区冰水小区一二期 小安区万科金色月城等 19个小区社区的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开展顺利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做法 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 今年我是将大力开展垃圾分类和垃圾不落地工作 按照目标要求 到2017年8月底 岛内四名湖里两区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2017年底 吉美区海仓区建成区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40%以上 同安区小安区建成区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30%以上 岛外客区开展农村垃圾分类试点 到2017年底全市市民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不低于85% 那么到2018年以后到2020年 那我们的试点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总结 我们会使它的试点逐步覆盖更广泛的范围 来实现我们垃圾四分类的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 接下来我是将在每个街道办事处建设一个覆盖1000户以上居民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 已有的试点小区要扩大试点范围和覆盖人口 同时将加快推动垃圾分类法制建设 引导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由规范化制度化向法制化进步 得到百姓的支持和参与是推广垃圾分类工作的重中之重 如何让更多市民参与到垃圾分类之中来 我是各个区都在开动脑筋 分别选择了一些小区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逐渐培养居民的习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市民群众对于推动垃圾分类工作 表达出很高的热情 早上七点不到 湖里新越园小区居民林中顺 就来到了小区的一处厨余垃圾投放点 开始了这一天的垃圾分类督导工作 2016年初 湖里区将新越湾小区定为垃圾分类试点小区 身为业委会主任的林中顺 带头成立了小区垃圾分类督导队 挨家挨户进行宣传 挨家挨户跟他签订了一件 拉垃圾分类的这个合同书 大家也勇业来签订 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 我们新越园总的户数有927户 签订了900S户 居民生活垃圾中的厨余垃圾含水量大 不适合传统的焚烧发电处理方式 但是可以通过发酵变成肥料等资源 此外厨余垃圾异味大污染重 一旦和其他垃圾混装 又容易造成其他垃圾被污染 无法再利用 所以处理好厨余垃圾 也是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的关键点 新越园小区内一共设置了 4个定点厨余垃圾投放点 每天上午7点到9点 以及晚上6点到8点 两个小时的时间点 林中顺和另外4名督导员 都会出现在各个投放点 检查和指导用户 把厨余垃圾正确投放 并且给每家每户记录投放分数 累计的积分可以在月底 兑换垃圾桶牙刷洗衣粉等小礼品 如今整个小区有近4成居民 都参与到了垃圾分类行动中 我们当时就是环卫处 在推这个垃圾分类的时候 又就是让我们来选择这个督导员 那我们当时第一个就想到的他 因为他能够带动很多人 来参与这项工作 通过这种带动 就是邻里之间的 这种互相的这种带动 我觉得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9点半左右 湖里环卫的餐厨收运车 准时开到了小区门口 小区的厨余垃圾会直接被车辆运走 送往位于祥安的餐厨垃圾处理线 进行堆肥等资源化利用和处理 每天两趟的厨余垃圾直运 让小区环境有了大幅度改善 差不多一年多了吧 对对对 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来 那个倒垃圾 觉得这也是个热气 也是一种为国家这个环保事业 做一份应有的责任 以前的混合性 有时有时那个天气热 那个味道也很臭 怎么分开弄 不要对这卫生很好 垃圾分类是对垃圾收集 处置传统方式的改革 是对垃圾进行有效处置的一种 科学管理方法 推广生活垃圾分类 不仅能提高市民生活环境 和生活品质 更能提高城市品位 采访中市民群众对这项工作 普遍向记者表达了支持 与参与的热情 我是觉得厦门很有必要 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实际上像国外 他们都做得非常好 那我们现在垃圾 几乎就根本都没有这样的分类 没有办法进行利用 所以是很有必要 我觉得如果每个人 都能够按照要求去进行分类 对我们的城市环保 对我们人类以后的未来 都会非常有益 环境污染这一块 应该会减轻很多 我觉得挺好的 这样做不是有助于 很多东西可以回收利用吗 对啊挺好的 因为就不会影响环境嘛 就是该可以回收利用的东西 我们还是可以再利用起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举办一些 环境卫生的演讲啊 然后一些视频的那个拍摄啊 什么的都可以啊 像厨房垃圾什么的 垃圾桶什么 我们家是都有分 就是有分颜色嘛 然后包括有分种类 我们每个客厅厨房 都有分两个垃圾桶 我觉得厦门给我们的一个感觉 一直都是在全国来讲 我觉得是属于文明城市的 然后整体的厦门的一个 市民的素质都蛮好的 我觉得厦门可以推行的 厦门是全国最早被确定为 垃圾分类试点的城市之一 在很多小区 居民也已经养成习惯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 我是将在岛内全面推进 垃圾分类和垃圾不落地 岛外将扩大试点逐步推开 这意味着会有更多居民 养成这个良好的文明习惯 我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 将再上一个新台阶 垃圾分类和垃圾不落地 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推进 包括相关设施的完善 但更重要的是全体市民的支持 厦门市知名的全国文明城市 厦门市民的整体素质高 集体荣誉感和城市认同感强 在全国率先推进垃圾分类和垃圾不落地 有基础 有条件 也有能力 关键是有人为之先付出 先行动 率先做出示范 更重要的是 要让每一位城市居民 甚至每一位游客 了解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成为市民游客的自觉习惯 同时 从娃娃抓起 形成城市共同的文明意识 让城市文明再上一个台阶 欢迎回来 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 祥安大道景观修复工程 目前已基本完工 具体情况请倩倩给大家说一说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祥安大道景观修复工程 绿化总面积达到三万余平方米 以海风祥韵为设计主题的道路景观 预计在今年夏天 就能显现出满目绿树红花的视觉效果 一直以来 祥安大道的绿化景观 就以观感舒适 四季有花而得名 去年九月 经过超强台风墨兰地的侵袭 祥安大道中侧分带的绿化 遭受严重破坏 特别是大量桥木倒幅受损 绿化景观一夜之间变得黯然失色 再后一个月 我是启动十一条重要道路 绿化景观重建提升工程 其中 祥安大道就被列为重点 这次景观修复 沿用了具有滨海特色的 树林草地景观设计 种植了一百五十株 全灌香樟 大木棉 四桶 凤凰木等大桥木 配上一百余株的 红花继木球 黄金绒球 和红叶石南球等灌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原本种植在祥安大道上 但在台风中受损较轻的 一百余株桥木 经过修剪 又被重新移种回来 这个桥木是经过施工设计人员 在现场美株的定位放样 然后打造出主团式 秦洛式的种植效果 我们铺设了三万多平的 优质的草检 打造苏林草地的景观效果 全长12.6公里的祥安大道 又被称作是厦门东部的迎宾大道 在这个门字形的路名牌下 设计和施工单位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用五种不同的植被 铺设了一条五色彩带 来效应八方游客 五种植物都是 胡建茶 银边草 六月血 红山 黄金龙 这种六种植物 然后以波浪形 梯田式的 这种形式 意识的那种绝节高升 然后以乐情洋溢的这种姿态 又符合这种移民大道的一个气质 随着相关工作的完成 祥安大道已恢复迎宾道的风采 待到今年七月份 祥安大道全县多处将出现 满目绿树红花 争旗斗燕的视觉效果 本台记者到 根据政府部门此前做出的 关于加强燃气安全管理的相关意见 从三月一号起 卧市的瓶装燃气销售将实行实名制 为了配合这项实名制措施顺利推行 目前燃气铁方面已经做好了相应准备 在厦门华人燃气湖壁南路供气站点 销售窗口里的电脑上 已安装了一个身份证阅读器 它与华人燃气的瓶装器管理系统相连接 只要将二代身份证 放置在阅读器上一识别 购买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就能够录入到这个瓶装器管理系统当中 是谁在哪里 购买了哪瓶器 这些信息将一目了然 而且有据可循 工作人员介绍 这就像实名制购买火车票一样 3月1号起 只有通过了有效身份证检的认证后 用户才能够购买到瓶装燃气 对于前往供站点自提换器的用户 用户需要准备好本人的身份证元件 还有用户持卡 经过我们供站点工作人员的查验登记后 方可购气 对于电话定期用户 用户需要准备好本人的身份证元件 像发护员登记好姓名 身份证号等信息 送去工上门的时候会将相应的身份定期信息 打印在提供单上面 上门的时候跟用户去核对相应的身份信息 目前在华润燃气的各个瓶装器供应网点 都安装好了这样的身份证阅读器 只待3月1日正式投用 与此同时站点内也张贴了温馨提示 让市民们对实名制措施 能够更加地理解和支持 有啦 有知道了 知道啊 那您觉得这个就是这样的措施如何呢 您会支持吗 会支持 这个比较安全嘛 实名制呢 登记实名的就比较安全 反正就是这样子 避免那个黑气什么来流通 觉得这样会稍微麻烦一点吗 就是 不会啊 应该要这样做啦 为什么呢 比较安全一点 安全体现在哪里呢 安全就是说不会人家假冒 据了解 目前我是约有50多万的瓶装器用户 近30万只的流通钢瓶 为了进一步挤压黑气生存空间 保障市民的用起安全 除了购买瓶装器需要实名之外 我是的气瓶也将贴上二维码 电子标签等身份信息 以此作为燃气企业 供应充装运输销售等 全过程的跟踪追溯依据 同时也可以方便用户自查自检 另外市区燃气主管部门 也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组织协调开产 进行全市的燃气基础信息摸底工作 本台记者报道 上周市民们在雨中经历了一波降温 这样的寒冷阴雨天气 往往考验着菜篮子供应能力 也容易造成菜篮子价格的波动 不过记者走访我是 夏商中普农产品批发市场 和零售市场时发现 寒雨天气并没有影响到百姓的菜篮子 夏南菜篮子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 中普批发市场 每天的蔬菜走货量约800吨 上周从22号开始 卧市持续降雨 连日的雨水 对蔬菜的供应以及价格 是否产生了影响呢 最近这几天的这种炸雨的情况 对我们的蔬菜的价格会有影响吗 不会不会 没什么影响 没什么影响 现在的菜价 菜很充足了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连日的降雨并没有给我市的菜价造成太大的影响 这得益于新年一时 批发市场就组织调入了足量的蔬菜 保障我市市场供应 加上从去年四季度开始 菜价就一直在低位徘徊 因此 相对于去年来说 近期的蔬菜价格还比往年低了不少 以花菜为例 去年花菜的批发价为美金五元左右 今年已经跌到了五角 甚至更低 这也是三年来最低价 那么零售市场的菜价如何呢 记者来到松柏农贸市场 这里的菜价和去年相比也低了许多 还是以花菜为例 去年一斤七元左右 现在一斤是一元 此外 菠菜的价格也比去年低了不少 花菜今天便宜啊 几毛钱啊 什么七八毛钱啊 那去年呢 去年至少三块以上 两块五以上的 去年呢 就是差太多了 一斤菠菜 去年十几块 二十几块 今天两三块 还好吧 我觉得比以前会便宜一点 今天菜价特别低啊 不少市民表示 以往遇到寒冷 持续降雨等天气 菜价就会上涨 今年感觉市场上菜价稳定 根据相关负责人分析 今年菜价偏低的原因 除了我是应对机制逐步健全 一定程度上也因为去年以来 一直天气温暖 利于蔬菜丰收 造成功过于求 不过这些价格波动 都属于正常现象 接下来将进入煤雨季节 大量降水可能影响蔬菜的生长及供应 到时菜价可能会有所回升 不过总体来说 我市的蔬菜价格将保持平稳 同时市商务 农业气象等多个部门也积极联动 一旦市场发生剧烈波动 将启动相应的预案 确保市场稳定 市里面应该说成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机制 比如蔬菜价格都要成为比较大波动 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包括市场供应比较紧 我们都会扩大外调 来补充我们的市场供应 跟气象部门联动 提前提供信息 比较有什么重大的气候变化 对我们蔬菜 种植和供应有影响的 那我们就会根据这个信息 来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 所以做到确保市场供应平稳 本台记者报道 继续来看新闻 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务期间 我是广大青年志愿者将投身 会务专业志愿服务 记者今天了解到 为了让厦门会务青年志愿者的形象更加闪亮 团市委特别面向全球征集 厦门会务青年志愿者的名称 口号 标志 形象设计 厦门会务青年志愿者招募工作 由厦门会务筹备宣传文艺部 厦门市工作组牵头 厦门团市委具体负责 目前青年志愿者招募工作 正在有序推进中 厦门会务青年志愿者的名称 口号 标志 形象设计 展示着这支队伍的精神风貌和特色形象 为此 厦门团市委特别面向全球 开展相关征集活动 广邀创意达人贡献金点子 获奖作品将获得丰厚奖金 团市委要求 参与本次活动的设计作品 需具有厦门特色 体现青年志愿者风采 贴合厦门会务理念 为作者新创作 未发表具有知识产权的作品 详情可见新浪网活动页面 厦门团市委官网 及新浪微博 at厦门共青团 其中 名称口号的征集 截至3月13日 标志形象的征集 截至3月31日 需要注意的是 应征作品中 如出现相同名称或相同内容者 以投稿时间先者为准 相同时间相同内容获奖的 多名投稿者 则以抽签方式 确定其中一名为获奖者 应征作品如均未达到评奖标准 对应奖项将空缺 征集结束后 活动主办方将评审选出各奖项 最终结果公布于新浪微博 at厦门共青团 本台记者报道 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但在同安区听溪镇五丰村 那里的老人17年来 每天都能吃到免费的午餐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一走进听溪镇五丰村 农村幸福院的大门 面条的香味就已飘来 厨房里四五个人 正在忙活着午餐 今天午餐的主食是 青菜炒面加鱼肉 福工介绍说 面条是手工面 青菜是自家菜园种的 鱼是从外面买来的 除了这几样 平常还有咸饭 咸粥等 这些都是根据老人的口味准备的 也适合老人的肠胃 老人们都很爱吃 中午11点半左右 幸福院开饭了 每天这个时候 都是幸福院最热闹的时候 几十名甚至上百名老人 从村子的各个角落赶到这里来 吃一顿免费的午餐 来两三年了 每天中午都来 这个农村幸福院的主人 名叫徐水传 今年61岁了 这座古厕是他家的祖屋 徐水传说 自己18岁就出外闯当做生意 赚到钱后 他回到村里给兄弟姐妹盖了楼房 并让大家把祖屋让出来 给村里的老人做活动中心 2000年 他又把祖屋翻新 建成了这个农村幸福院 并开始为老人提供免费午餐 这一提供就是17年 村里的老人除了来吃午饭 闲暇的时候也会聚集在这里 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台 65英寸的液晶电视 老人们可以自己选择爱看的节目 大厅的旁边是图书角和休闲区 还有专为老人们提供的按摩椅 扭腰机等设备 我们这个老人没有 有时间来玩 要来吃 就是乐乐的看电视 泡茶讲话 这个是对老人最好的 谈到为什么要建这个农村幸福院 徐水传告诉记者 这是他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有的想法 家庭穷嘛 从小都没有吃过一顿饱 父母亲早死嘛 这些青春的老人也是我的父母亲一样 我出去打拼赚了小钱 想回馈我们家乡的老人 创办并资助这个幸福院17年 徐水传说 他没有认真计算过投入了多少钱 但几个数字可亏一般 他雇了三个专职人员来管理幸福院 加上两名兼职人员 每个月光工资就要支出一万多元 他说即便目前处于事业低谷 他也从未想过要中断自己的做法 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以后他的子女也必须这么接着做下去 有没有安安心心的 在我这边度个晚年 在我这边吃好每天买一顿午餐 给这老人高高兴兴来 高高兴兴回去 家庭都很支持我 我媳妇儿子收 他们也会来这班做这个事 这天徐水传特地邀请了一位摄影师 来幸福院为村里老人拍照留影 他说他的父亲直到去世 都没能留下一张照片 这是他最大的遗憾 他不想村里的老人也留下这样的遗憾 本台记者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下车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您也可以关注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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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